請問師父 師父上課時提到 靈命中的時候遇到心中的顛倒妄想 此時已來不及從不受下手 而必須從不取下手 即所謂的放棄主宰不隨妄轉 請問中間差別如何 首先我們要把靈命中的情況說一下 靈命中跟平常最大的差別 因為它有阿拉也是出來 這個問題比較複雜 因為我們平常只有第六意思 你只要處理妄想就好 它沒有什麼業力的問題 但是靈命中的時候第八四出現了 第八四只有兩種時候出現 第一個你剛投胎的時候 氣候來一些嘛 它來的時候 你剛投胎的時候第八四把你帶過來 第二個你要走的時候 第八四要把你帶走 那麼第八四一出現什麼事情呢 就內憂外患 他會把深層的特別堅固的顛倒妄想釋放出來 第一個 每一個人的顛倒妄想不一樣 有些人是貪愛 有些人是稱謂 同樣貪愛 有些人貪愛色深 有些人貪愛感情 各式各樣 每一個人你一定有那一點盲點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外在他會把你的業力 成熟的業力釋放出來 這個時候你是內有顛倒妄想 外有生死業力 這個時候你就落入一種叫做 手忙腳亂了 如果你平常沒有法寶 你這個時候真的手忙腳亂了 你就亂了髒法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智慧就很重要 當然第一件事情先提空觀 沒有什麼東西比自己穩住正腳更重要 就是觀察這些都是本來就沒有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信心的人 就思維何其自信本來親近 就是說這個東西都不是我本來的東西 都是主謀說 我的信心裡面本來親近本來自主 這個時候你要依戀你的親近心 依戀親近心有什麼好處呢 你要先跟這些妄想跟業做一個切割 然後再提起你的願 在思維極樂世界的功德 再提起願你再提起佛號 那麼這個時候為什麼是不娶呢 而不是不受呢 因為感受的對勢要經過很多思維 你要透過無常苦無我 就比較複雜了 不娶就簡單了 不管到快樂痛苦 反正我統統不能去 也就是說你現在所有的修行 可能你平時的社會很精緻化 沒問題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呢 你一定要把自己的修行要有兩套 要善之開合 平時是把說博世界觀得越清楚越好 因為你的體驗會越來越深刻 但是你到臨終的時候的方法要越簡單越好 你要知道開合 我們說過 智慧的理解不會退遲 我們剛開始去理解一件事情 要假見相撞 假見名言的思考 但是你明白以後 這個相撞就不需要 不需要 我自己有感覺 像我這個年紀大了以後 我很多名相都忘掉了 這個人講不出來 但是那個道理懂 就是說 我們剛開始理解空性要知道 因言所生法 我說即時空 要靠這十個字 對不對 這是一個相撞 對不對 但是你真懂了以後 這個相撞不要 因為這個相撞 就是個橋樑而已嘛 是不是 你以後明白這個道理 就不需要這十個字了 你懂了以後就懂了 你以後也可以講出一句話出來 本來無一物合作者詞 他也可以啊 這個時候 以言文字就你自己操作了 你就不一定要用你 剛開始覺悟的那個文字 就不需要靠那個文字了 這樣懂嗎 所以你一開始的時候 建立智慧的時候 越細越好 但是你懂了以後 那個智慧名言就不需要了 那麼等到臨終的時候 你只能用一個簡單的名言 來帶動你 越簡單越好 因為時間急迫 而且是內憂外患 你不能夠把平常那麼複雜精緻的操作 帶到臨終去 不可能 你平常是在冷氣房 對不對 是一種身心安穩的狀態 臨終是內憂外患的狀態 是非常時期 所以你必須有兩套的方法 然後這兩套的問題就是 不取最簡單的 我們最好平常要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遇到什麼事情 不要馬上有反應 這個最好 反應越慢的人越好 因為你沒有反應 你的心有時間調整心態 你反應越快 你可能會帶動你的情緒跟業力 我想我們的心都可以透過訓練 因為它也是欣喜 你的心本來就無自信 你現在這個心會變成 現在這副德性 也是你不斷地去給它操作的嘛 是吧 既然它可以欣喜 你可以用佛法的道理 同心把它欣回去嘛 恢復到正常嘛 注意我的話 恢復正常 我們現在是不正常 你不要以為修行不正常 我們現在是不正常 就是這個心性 本來不應該操作成生死如回 本來就不應該這樣子 我們這一點心性 顯現功德莊園是正常的 我們現在是操作錯誤 所以所有的修行只是 誰說你的本性 就是它本來就應該這樣子的 我們今天是錯誤的操作 攀岩 外進 帶動 業力 輪回生死 這是不正常的 不應該這樣子的 這個小孩子做乞丐是不正常的 他待在家裡面 繼承他爸爸的財產是正常的 所以我們的優勢在哪裡呢 各位 雖然我們現在 流轉太久 糊塗太久 我們的優勢來自於 我們依止的是真相 就是說 真相就是真相 不管這個人糊塗多久 所以我們 就是說 平常的覺悟可以點點滴滴 慢慢慢慢 但是臨終的時候一滴 你現在臨終的時候 就是必須什麼 把你所有的功路都恢復起來 所以你要有一些簡單的 幾句操作方法 就是你要整合幾句話 因為你進入臨終 你一定要把你平常的功 你趕快陷阱 你的養兵牽制 就用在這一招而已嘛